被中共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军队大老虎落马后 大国行动又蔓延至各军校 习近平阵营对江泽民派系人马採取的行动越发密集 日前中共军报发表评论文章 并认为释放了习江阵营较量的强烈信号 12月17号中共军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文章 反腐是一场输不起的生死战 文章使用了大量诸如绝不姑息 除二误境 一抓到底误求见底等严厉措辞 并特别强调 像周永康 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都动了 还有谁动不得 四中全会之后 习近平加快了打击江派的力度 特别是在徐才厚和周永康被宣布逮捕移交司法之后 军报连续发表文章 徐才厚从国贼升级为国妖 军报的调门不断升高 一直到现在的大老虎都动了 谁还动不得 更是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徐才厚和周永康都是大老虎 他们的后台众所周知是江泽民 这种论调等于直接指向了江泽民 此外 军报文章还指出 腐败和反腐败对垒成焦灼状态 已经到了班晚拉锯的关键时候 不进则退的节骨眼上 反腐影像深入 必然会遇到各种阻挠和反弹 但文章同时高调宣称 开弓没有回头见 这是一场殊死较量 军报如今发出这样明确和严厉的措辞 至少释放了以下两个信息 一是习近平打下周永康薛太后之后 遭到了江泽民势力的反抗 所以军报文章中说 在这场殊死的较量中 我们不能退也退不起 不能输也输不起 第二呢 是习近平通过军报 调门不断升级的文章 向江泽民集团发出了最后决战的信号 同时利用军方警告震慑江泽民 有评论人士认为军报肯如此态度鲜明地替习近平发声 首先说明了习对军队的掌控基本是牢固的 此前曾有知情人向媒体透露 反腐能否进行下去 中共军队是关键 因此军中打虎 也就成了习近平阵营 与江泽民集团生死博弈的重中之重 新唐人记者一如张天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